全台汉向南减,南部许多传统农田也传出缺水危机 而面对越来越极端的气候,该如何打造更节能省水的新农业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而在淡水屯山就有一间植物工厂,耗水量只有传统农业的十分之一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透过新闻带您一起来看看 走进大屯西旁的制作往事,整排铁架上种着漂亮的蜗具,层层排列相当整齐 而这里就是零丰富的植物工坊,跳脱以往业界对于植物工厂的框架 低耗能的种植方式,似乎也为最近缺水的农业找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可是他们水分的部分会有几个比较浪费的地方 一个叫做沉淀到地下水,并没有完全被根所吸收 第二个就是当它在放流的时候,因为大面积的放流 会让太阳很容易的把水分给蒸发掉 那植物工厂在这部分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它只要去补它每天在设施上面所蒸发掉的一个水分 那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再另外的增加水的一个浪费 林丰富表示,台湾过去有许多企业投入植物工厂 但以往以科技管理为导向的植物工厂种族的高价蔬菜 拿以跟传统农业产销出的蔬菜来竞争 因此他也用农业的思维保留了阳光和吸水的自然元素 搭配上LED光源辅助进行光合作用 以及对于水源数据全面监控大幅降低成本 工厂生产出来的蔬菜不但切入了有机农产的价格带 更成功地打入知名星级饭店 慢慢地在业界闯出了名号 这一个植物工厂开始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为了农业的一个部分 所以头开始我们还是会以一般消费大众 所需要的一些蔬菜 然后去做优质化的一个种植 那后面我们慢慢地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后 然后也掌握到一些进口生菜的一些部分 然后有办法去生产一些优质的一些生菜 然后来供西餐厅 高级西餐厅 还有大饭店的一些食材上面的一个工艺 全台汉象南洁南部许多传统农田 也纷纷传出了缺水危机 面对越来越极端的气候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促进传统农业产业升级 透过大自然航空科技来进行细致的种植 经过一年的实验 慢慢地创造出了成功的模式 而这样的植物工坊 也为新农业找出了一个方向 记得陈波威淡水采访报道